大家好,我是史丹 在韩国一个生态公园的节庆活动现场 一对夫妻收到了YTN电台的采访 而他们的温馨对话 不仅感动了韩国网友们 也在海外引起了热议 特别是在采访中丈夫的一句 我分不清妻子和花朵 收到了国内外网友们的称赞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采访 丈夫肉麻的台词和妻子的惊讶表情 让所有观众们都感到愉怨 而这段内容不仅是在韩国 还在英美社交平台Ready上引起了热议 但其实这位丈夫的甜度冰快 在被剪辑掉的片段中也能发现到 我们来看一下 哇我也想遇到这样的男人 这位太太真是有福气 有这样的丈夫 这婚结得真是太好了 这两个人真是太可爱了 看着他们让我感到非常幸福 丈夫眼里充满了爱意 希望你们一直幸福下去 看他用手挡住阳光的样子 真是让人感动 不知道是哪家的儿子 父母真的把他教育得太好了 希望我儿子将来也能这样 钱不是关键 这种人结婚在一起 才能够幸福美满的共度一生 整天看着夫妻吵架 和煽动男女互相的节目 再看到这样甜蜜的影片 真的觉得特别温馨 这样的影片应该要多一些 不过 就在这么甜蜜也平凡的影片底下 真的有很多吃饱饭没事做的 时间比尔盖茨们 人身攻击这对夫妇 结果这位丈夫 亲自在影片底下留言了 大家好 我是影片中的丈夫 虽然在采访时也说过 但还是看到不少人留下过激的评论 我已经把所有严重的评论都截图保存了 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评论 会继续收集并进行起诉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了不起 能这样留言 但你们可以继续这样做 以后不要后悔就好 我们夫妻并没有插进到要被你们骂 反而觉得我们比你们酸民们好 如果被起诉了 希望你们能反省 不要再做这种事情 或者直接来釜山找我当面说清楚 对于那些写好评的人 真心感谢你们 我们会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为什么要这么幸福 嫉妒到肚子疼 对于分不清花根老婆的这位丈夫 哦不是 对于分不清花根老婆的这位丈夫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不清花根老婆的这位丈夫 就像ć兵于没外面的事 要接着 未经许和干物 未经许和干物 三十四明秩庆 对于开简